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漏洞的信息收集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 已经介绍过了其他的一些信息收集的一些方式 包括信息收集的一些目标 当我们已经获取到目标站点的一些IP地址啊 一些注册的电子邮箱 它的DNS服务器或者会议的信息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还要确定目标的站点 可能会具备哪些的漏洞 比如说我们目标的一个站点 是一个DZ的论坛 或者是一个芝闷的后台 或者使用了easyshop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应该下一步有针对的 针对这些系统在互联网上进行一个信息的收集 去收集目标站点 或者他使用的这种系统 曾经是否有被攻击的历史 具备哪些公科的一些漏洞 那么可以从这些已公开的渗透过程 或者说已经发布的这样一些漏洞之中 获取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 能够较为清楚的了解一些目标站点 或者这种系统的相关配置 平台的一些技术 漏洞的一些分母等等这样的信息 收集这些信息 漏洞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收集平台 我们可以通过公开的漏洞报告 或者说渗透测试的过程 了解目标的各项信息 常用的一些漏洞平台 我们在PPT里面已经写了出来 国内比较常用的 乌云 360捕天 我说国外 XPredDB JGTV等等 还有就是说像CVE 中文漏洞信息库 中国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等等 这样的一些漏洞平台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么希望各位学员在课后 自行搜索这样的一些漏洞 并且放在自己的浏览器的收藏夹中 以备使用 那么我们登录了这样的一个漏洞平台 或者说漏洞库的一个网站之后 我们应该去如何搜索呢 常用的这种搜索方式 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 搜索对应的厂商 也就是说 你要渗透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企业的站点 那么第二种 就是说搜索对应的软件平台 举个例子 目标使用了DZ的论坛 我们就可以在漏洞平台上面搜索DZ论坛 一些漏洞的分布 漏洞的种类等等 我们打开一个乌云平台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搜索展示 好的 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乌云的主站 那么我们在首页 可以看到很多一些提交的 这些漏洞 包括一些确认的漏洞 最新公开的漏洞等等 那么在这里上面的标题栏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漏洞列表 大家看 这右边有一个搜索栏 我们把这个网页稍微放大一些 比如我们需要搜索一下 关于芝门这种户台 可能会具有的一些漏洞 我们可以在搜索栏中输入这样的一个 核的CMS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输入一个验证码 大家看 关于芝门这样的一个后台 就有很多的这些厂商 已经被一些白帽黑客提交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漏洞 那么我们随意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这个漏洞是一个后台的入口力 那么在我们的漏洞的这个详细说明当中 就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些渗透的大致的过程 以及这样的一个比如扣的这个区域 那么这样的一个信息啊 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渗透一个使用芝门这样的一个后台的一个站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域名就是一个我们测试的一个域名 很有可能就会直接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后台地址 那么在这里还有一些漏洞的直接的利用过程 比如写入这样的一个PHP一句话 然后去直接干了事 大家看啊 在这样的一个域名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当中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第二节课学习到的 一个搜索引擎语法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使用set这个目标站点 然后以URL这样的一个语法 加入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对目标站点去进行一个检测 看看他是否已经被人这个上传了这样的一个摄像 一般来说在这些平台的最下方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漏洞的回应 有些厂商呢 在获取了这样白帽子黑客提交的这样的一个漏洞情况之后 他会及时的修复 那么有一些厂商他就不一定会及时的修复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查找这样的一个漏洞平台 看一看目标的这个站点 是否已经被人提交过相关的漏洞 然后有没有进行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还可以搜索很多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平台 比如我们搜索ECshop 大家看也可以搜索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比如 最后注入啊 入口零ganessa啊这样的一些很多的漏洞 那么我们另外一种搜索方式就是说直接搜索厂商 比如我们搜索一个中国联通 我们输入中国联通 大家看在这样的一个搜索的一个结果当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联通 他可能会具有的很多这样的一个漏洞 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联通被白帽黑客提交过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漏洞 可能有一些入口令有一些命令执行或者说任意文件的一个读取 目录变列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漏洞的这样的一个分布 那么大家通过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演示 大家可以发现在已有的这种提交的漏洞平台上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目标站点或者目标这个企业啊 具有的这种技术架构 通过这种已有的渗透过程去观察这样的一个技术架构的一个使用情况 然后包括这个架构的公开的一些漏洞 他是否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修复等等 很多的一个信息 我们刚才在进行展示的时候 刚才也提到了 通过查询一个漏洞平台 我们可以配合使用搜索引擎 去有针对的使用一些语法 去搜索这样的是否存在上传漏洞 是否具有一些注入类的漏洞等等 是否泄露了敏感信息 比如后台地址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我们掌握了目标这个站点 所使用的这些CMS 然后具备的这个漏洞之后 然后再转过头来对目标进行一个测试的时候 可能就会事半功倍 非常有目的的去寻找 它是否也存在相对应的这些漏洞 好的这些课我们给大家留一些客户作业 我们对常见的这种芝闷和跌堆论坛 进行一个漏洞信息的一个收集 请大家在各个漏洞平台上进行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搜索 好的这些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